你看到都是147258369 它是只是一个位移 本来我们正确谈的话 都在正常的点在 那个没有移动 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位移 shift 位移四分之一或什么东西的 你感到有切分音 但是位移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个规则在 我当初学情的时候也是一样 什么叫切分音 什么东西 你讲的有的没的 你完全没办法用的 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的 你看几乎所有线上的 所有不管是作家也好 都讲音乐都讲的这些 什么切分音讲的很空洞 事实上呢 你就好好把这个东西搞懂 当你通了以后 你就很容易驾驭 它其实就是 它就是好像 好像那个人的人体上面 你看看它是有规则 你去看我给你们的图 对不对 它是有规则 所谓节奏它是有规则的 就是每个 我都一拍有四个点 我现在先弹出四个点来解释 四个点 然后你看每次隔两个点 右手呛一下就跟那个 有心脏一样 那个心电图一样 砰 两个位置 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它是有规则的 这才叫做节奏 你如果没有规则乱通的话 那就不叫节奏 所以同学呢 哇这个讲起来 这个 你够你们 你们就听了 就你们大概知道 有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说怎么样 你要下去练 你先怎么样呢 接着 砰 咚咚 咚咚 咚 然后F 砰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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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5 然后再Em Am Dm G 就是这一路下去 老师可否先这个369或是147258一种一种种 叫不然会混淆没错啊 所以说呢 我就教你们是你就是先把认证3啊 认证3它就是369 369加147你先从这边开始 你一定要从这边开始 比如认证3嘛 其实我我给同学的电子书上面写 14就认证1认证2认证3认证4的表 它是一个 你看 我认证3事实上呢 就写个一条而已 就是 踹那个 就是 蹦 就这么一条而已 但是呢 你要从这么一条里面 你要衍生出去 你要去理解它 那简直衍生下来太多太多东西了 同样认证4也是一样 衍生下来不得了 那太多东西了 那最基础的话还是从认证音 认证音只是教你按和弦嘛 可是在和弦之中呢 你已经产生规律 然后又和弦进行的话 它有一个规则 你要抖发西米拉瑞手头 发西米拉瑞手头 你要背起来 你绝对要背 因为它是等于说 是五度圈里面 最好听 五度圈就是最好听的 那我常常问人家说 什么叫做 五度圈为什么好听 结果呢 我上网去查 这是宇宙的奥秘 真的是好听 所以你们 一定要把五度圈搞熟 然后五声音阶也要搞熟 要弹琴的时候 五声音阶也要非常重要 五声音阶是非常好听的 他比较 比较 找不出破绽 就是所谓 那个时候 这个叫做不和谐的 他五声音阶从以前衍生到现在 一直衍生下来 好吧 那我现在讲的越讲越多 有些同学是听了这五沙沙的 对 我看一下 这个认真三一很熟 但不用里面有什么一四七 但不明白里面有一四七 三六九 认真三已经很熟 是没错啊 你一定要先把认真三弹熟 弹熟之后呢 你认真三里面 认真三本身就是三六 三六 你看 这就是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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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 你必须要 你现在头脑花再多上面在那边转了 你还是还是你会 你因为头会昏掉就对了 你就是一点一滴练 我你们在这个 一直在这边想要 想要一下就把它突破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就是一点一滴来 你就是先把这个认证三 最简单的 蹦恰 蹦恰 恰 恰 蹦恰 这就是 你看我三六吗 蹦恰 蹦恰 这是三六 再一四七 恰 恰 蹦恰 这就是一四七 没有 一四七没有看到